我曾做过这样的设想 向忠发同志 是知道陈从英同志的 政治身份的 就常理而言 就算他被捕 也一定是会保护 陈从英同志的 可是 结果却恰好相反 停 现在还不是 才艺这些的时候 那请问 我该怎么做 汉妮 在没有获取准确的结论之前 第一 要尽量同志所有的同志 尤其是党的负责同志 尽快转移 第二 要尽一切努力 研究向忠发同志 首先 要阻止运动 是 恩来同志 中央秘书处 于今天上午被敌人破坏了 张继恩等多名同志 被捕 糟了 小赵同志 今天上午也到中央秘书处去了 什么 出事了 是谁出卖的中央秘书处呢 又有多少同志被捕了呢 兄弟 我看这个女人挺香的 看不出来 不过 可以试试运气 来 站住 做什么 你是到这里边办事的 我是去那个里弄走亲戚 看谁啊 看我的香妹子 那你香妹夫是做什么的 在蒋主席手下任职 当年 是黄埔一期的学生 是假的吧 姐姐 姐姐 看见没 我香妹子来接我来了 妹妹 不信 你们可以跟我去看看我这个妹夫 不了 你们当面问问她 是不是黄埔一期的 不不不 姐 我们走吧 走 妹妹 这次啊 我还给你带了不少鸡蛋呢 忍错了 向中发同志 情况不明 她的情人 杨树珍 还有陈聪英同志 都被捕了 令我感到吃惊的事 我们中央秘书处 也被敌人破获了 目前形势十分危险 知道是谁告的密吗 总之需要我做些什么 立即搬驾 立即搬家 小车大姐 那我现在的工作呢 中央指示 目前情况十分复杂 必须立即停止一切活动 可恨的叛徒 来让我告诉你 蔡和曾同志牺牲之后 中央同意 朔军同志 留在广东省委 任军委书记 为了生活更加方便 中央决定 近期你带着小鹏 南下香港 那何时动身 但向中发的事情 有了眉目之后吧 为了他们能够幸福 我们这些当父母的 愿意贡献一切 杨妈妈 恩来和小超呢 杨妈妈 我还得问你呢 天都这么晚了 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 少跟他啰嗦 把他送到龙华的监狱 他的嘴就不会这么说了 慢 为什么 把他带走了 就切断了 他和周恩来的联系 对啊 他这个幼儿 是不能随便动的 行 乡的 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继续让他做幼儿 等着周恩来 邓颖超 上钩 不愧是共党的总书记 您这招高 关门 来 你说 妈妈不会有什么事吧 小超 放心吧 妈妈不会出事的 嗯 歇会吧 好 小超 我们惦记妈妈 妈妈也一定惦记着我们 所以一定要坚强 妈妈对我们来讲 真可谓是 最好的榜样啊 可是 妈妈从来不在我们面前 说她自己的不义啊 嗯 是啊 妈妈从来不说自己 可是我知道她的不容易啊 母亲是湖南长沙人 嫁给了出生在 河南光山县的父亲邓廷忠 他们在广西生下了我 就是因为 我是女孩子 父亲说 我是赔钱的货 要把我送人 母亲气急了 拿着一把菜刀 对父亲说 你要是把女儿送人 就用这把刀杀了我 就这样 我才得以生存下来 妈妈真是 了不起的中国女性啊 嗯 母亲懂中医 走南闯北 靠行医教书 把我培养成人 就在我九岁那年 她结识了中国社会党 北方支部的负责人 陈一龙 并在她开办的 平民学校中任教 我也得以在平民学校中读书 但是不久 陈一龙被袁世凯 残酷地杀害了 后来 母亲带着我回到了天津 我考上了天津直立 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副小 就这样 母亲靠行医 当家庭教师 供我读书 从五四运动 到绝物社 妈妈都是积极的 支持者和参与者 是啊 妈妈在天津的活动 我也是知道的 可是恩来 从上一次 跟妈妈分手到现在 我们没有任何妈妈的消息 你说 她现在到底是生 还是死 小丑 你不要着急 我现在就去 打探妈妈的消息 好 恩来 注意安全 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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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连同志 坐 好 本来 讲吧 根据 来自绝对可靠的内线情报 向忠发被捕后 马上就投敌叛变了 不知何故 熊世辉 很快又把向忠发 就地处决了 向忠发 是否叛变了 是否被熊社会就地强决了 像这样重大的问题 不能单凭内线的报告 那我该如何证明呢 必须找到一份 原始的审讯记录 这太难了 再难也必须找到 对于向中发这种人 值得吗 韩联同志 向中发是我们党的总书记 我们不仅要对他负责任 还要对共产国际负责任 乃至对我们党的历史 和后任负责任 我懂了 目前的形势下 近期要搞到一份原始审讯记录 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起码要搞到一份抄件 这样吧 我可以通过打入 敌人内部的同志试试看 不是试试看 是一定要找到一份文字抄件 是 一定 杨妈妈哪儿 有消息吗 老太太 这是上风让我给您煮的羊春面 您赶紧吃了吧 队长 这 老太太 俗话说得好 人是铁 饭是钢 一顿不吃饿的话 自从把你看管起来 你不但不吃饭 一点水你都没有喝 照这样下去的话 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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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老太太 你慌什么慌 我怕 上风说了 要是让老太太饿死的话 就拿我们试问 是吗 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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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啊 老太太 判年 你看看我们家 从后窗帘打开的情况来看 一定是出事了 本来 根据你的判断 杨妈妈是被敌人带走了 还是还留在这个小楼里 一定还留在小楼里 根据呢 如果被敌人带走了 室内的灯光一定是暗的 可现在灯还亮着 真是好险 要是你跟大姐 再挽走几个小时 这后果 就不堪设想了 你 有没有办法 就中我们的妈妈呀 我会想办法的 你放心 谢谢你 对了 向中发的 室内审计则搞到没有 好 搞到了 真是花了不少的功夫 值了 走吧 恩来看的那些材料 能够证明 向中发判变投提了吗 这是我通过内线买通当事人 连夜抄写的审讯记录 会不会是假的 不会的 这些材料 敌人想编都编不出来 况且 在我们党内 也只有少数同志知道 怎么会是这样呢 是啊 共产党人一向崇尚气节 可为什么党的领袖人物 会在敌人面前起降呢 恩来 你说这是为什么 结论只有一个 共产党人 一旦从生活上打开缺口 思想必然陷落到 资产阶级的泥坑中去 从这个意义上讲 孤顺章向中发的判变投提 你就不足为奇了 我赞同你的结论 我想 这次深刻的教训 一定要写入我们的党章 让今天和以后的党员 都引以为鉴 我同意汉年同志的意见 恩 喂 找哪位 好 请稍等 找你的 喂 我就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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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息 好消息啊 什么好消息啊 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那你要等到什么时候告诉我 这样 你先做好一大碗羊春面 等待尊贵的客人到来 嗯 杨妈妈 欢迎您回家 谢谢汉年 您慢点 谢谢师父啊 谢谢师父 我扶您进去 哎 没事 停止工作 贵客到了 嗯 来 妈 妈 嗯 你受苦了 多苦 没事 妈 来 坐 小超 小超 妈回来了 妈 小超 妈 妈 您坐 来 哎 嗯 哎 哎 哎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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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杨伯母 恭喜你安全回家了 容真 你的消息真够灵通的 伯母 我可是晚报的记者 消息不灵通 那还行啊 你消息灵通就好 妈 咱们进屋吧 我给您煮了阳春面 好 妈 你先休息会儿 这边呢 你们搞清楚没有 向中发投敌判别 蒋介石为什么还要杀他 这说起来 还真是一个误会 向中发被捕之后 熊世辉立即把这个消息 报告给蒋介石 蒋事一想 共产党的骨干 运带英 蔡和森 都是铁骨争争 绝不辩解 总书记向中发 也更应该是视死如归 马上就辟下来六个字 就地秘密枪决 熊世辉一想 也没有再敢汇报 向中发已经叛变了 于是就遵蒋之命 把向中发秘密枪决了 你们知道吗 如果不是这样 会给我们党 带来更大的损失啊 是啊 我们也不应该小事 向中发投敌判变 带来的负面效应 关于这件事情 重要 近期就要开会研究 好 恩赖同志 情况怎么样 王明同志 由于郭存章 向中发的相继投敌判变 我们党在白区的工作 更加困难了 因此是 你应该及时向远东举报告 为保存革命实力 党中央 应该尽快撤往中央塑 可是远东局的米夫同志 已经跟我做出明确的指示 先不要慌张 要一步一步地完成 从城市撤退 报告 恩赖同志 韩宁 王明同志 由于叛徒的告密 王明同志的住处 已经被敌人掌控了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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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夫人孟庆树呢 我们赶在敌人前面 已经把孟庆树同志 安全地转移到了 上海郊区的一处尼固庵中 这 这 安全就好 安全就好 可 可这 这在尼固庵呢 这有什么关系呢 韩明同志 还有其他情况吗 有 敌人已经真知了 李说勋同志不在上海 他的夫人赵军桃同志 就成了敌人追捕的目标 韩明 立记同志赵军桃同志 带着小鹏 来一下香港 是 快去 好 我自己来吧 这闷雷打的 恩来啊 小超 这时候去军桃家 不会出什么事吧 妈 不会的 放心吧 来 小超 现在应该 到了军桃家了吧 妈 应该早到了 太年到了 好 杨妈妈 韩明 来 韩明 出什么事了 小超大姐呢 她到军桃家去了 军桃马上就要带着小鹏 南下香港了 他和军桃 要交接一下工作 另外 他还想看一看小鹏 怎么了 他怎么偏偏选在这个时候呢 怎么 发生什么事情了 今天下午 一位跟朔勋有关系的同志 被捕了 万一他也投敌叛变 他供出了朔勋和军桃的住处 那 那后果就 韩明 还有什么补救办法吗 妈 不会有事了 你放心吧 不出事就好 不会有事就好 韩明 送军桃拿下香港的人选 定了吗 安排好了 还是杨瀚生同志 我也是这个看法 恩来 他们不认识我是谁 把地址给我 我去军桃家找小超 妈 不用 应该 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让我去接小超大姐吧 对 都不用了 可万一出问题怎么办 万一出问题了 你们就更不能去了 来 妈 您就放心吧 好 韩宁 坐下 干工作 是 好吧 别闭了 我 别闭了 别闭了 来 别闭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君堂 我本来想送你和小鹏去码头 汉年他们以安全为由 不同意 汉年他们说得对 恩来说了 还是让你们的四川老乡 汉生同志 为你们送行 理由呢 一是你们都会讲四川话 敌人容易相信 你们失去香港的川商 再有 汉生同志 曾经在皇府军校任教 又没有暴露身份 即便是撞到戴笠他们 也会客气地放行 除此而外 汉生公开的身份 是搞文艺的 在上海滩很有一些名气 上一次为硕勋送行 在码头 碰见几个去香港拍戏的明星 对他都是客客气气地叫老板 嗯 嗯 来 大姐 喝杯水 好 这是恩来给你们买的船票 你收好 二等舱 恩来说了 为了安全 多花几个钱 值得 这二等舱的船票 又是恩来 用你们不多的生活费买的吧 什么都不说了 一句话 为了千千万万个小鹏 能有幸福的生活 我们再苦再累 甚至负行就义 也是应该的 大姐说得何等得好啊 小鹏 你可要记得 邓妈妈说的这番话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香烟啊 香烟 香烟啊 香烟啊 快香烟啊 香烟啊 娟头 上次让我叮嘱你 千万不要大意 一定要安全到达香港 大姐全都告诉我了 俊涛 自从顾顺章到达香港之后 广东省委遭到破坏 不少同志被捕 现在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 嗯 我会多加注意的 嗯 还有 说讯同志的画面叫李涛 文艺 万一发生什么不测事件 你只要不承认李涛就是说讯同志 组织上就会有办法营救他 有这么严重吗 在香港 奖纪的特偶多如牛毛 而且他们早已用港币英镑 买通了英国巡捕 我们的同志一旦被捕 很快就会被引渡到广州收审 记住军党 一定要小心 出发吧 小鹏我们走了 小鹏你看好大的船啊 看到了吗小鹏 大船大船大船 走 小鹏和叔叔再见 叔叔再见 真乖 记得听妈妈的话啊 知道吗 好 到香港再见好吗 好 小鹏我们走了 好 好 请 你的票呢 先生 我乘敬你 你是港客吗 不 我是来为嫂夫人送行的 进去吧 把人送上团去下来 是 走了 小鹏 一会儿在船上呢 不要乱跑 听到了吗 听妈妈的话啊 不要乱跑 听妈妈的话啊 来 喝水 好 好 冬阵到了 小鹏大船 冬阵 来 冬阵 你看看 这是日前 刚刚收到的 梁广临时省委 代理书记 张罕夫同志 写来的报告 报告中 详细讲述了 广东省 在武装斗争中 曲折发展的过程 报告中详细提到 要在东江一带 开辟以大南山 八强山 为中心的九个根据地 并成立 以古大曾同志为军长的 中国功能红军 第十一军 好啊 在越北的南雄 游山一带 建立起了越北的革命根据地 如果路线正确 当初广州起义 未能取得的革命成果 而今有可能成为革命的现实 中诚统治 我们还是回到残酷的现实中来吧 你这次来 但来的是好消息还是 好消息 好消息 李卓军同志发来报告 好 在海南岛 建立的中国功能红军独立师 已经发展到两千多人了 很好 并在城外 定安 琼东 乐会 万宁 灵水等地 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很好 受信同志 对广东币区的革命形势的发展 还有什么想法吗 他认为 在东江 越北等地区啊 我们也要进行武装斗争 壮大红军力量 进行土地革命 以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 并且还指出 力争将东江革命根据地 和江西的干南革命根据地 连成一片 嗯 这个想法是好的 但是困难不小啊 另外 收信同志 他对于琼岛的革命形势发展 还有什么建议吗 他认为 虽然琼岛现在革命形势 一片大好 但是毕竟远离大陆 孤悬于大海之中 因此 急需中央和广东省委派人知道 有道理 为此 他作为军委书记 希望能够亲临指导 使琼岛的革命力量 得以不断地发展和壮大 嗯 我看 中央军委 可以同意守军同志的这一请求 好 恩兰 你们不要忘了 军头带着小鹏乘船南下 恐怕还没有到达香港 哦 提醒得好啊 要不 那就等 军头和小鹏他们 到达香港一周以后 说许你再出发吧 嗯 嗯 等紧 恩来同志 龙真同志 据悉 是那个在中央机关 负责送信的小刘 被捕叛变了 汉念 方才被抓上警车的同志 是被他出卖的吧 是 恩来 小潮同志 为了你俩的安全 是否应该马上转移 这个地方 只有你们二位知道 暂时不用转移 汉念 还有什么消息吗 有 中央两广临时省委的代理书记 张汉夫同志 自香港发来紧急密电 省委机关再次遭到破坏 叛徒共处了 他和李硕勋等同志 在香港 叛徒知道他们的处置吗 这个张汉夫同志没有说 立即点告张汉夫同志 要严惩叛徒 确保在港新省委的安全 是 要确保李硕勋同志 安全到达海口 是 军陶到了香港之后 人地生疏 又不会讲广东话 他和小鹏怎么生活 电告李硕勋同志 务必把军陶同志 和小鹏安排好以后 再去兄道 是 小鹏慢点啊 妈妈 爸爸怎么还不来接我们呀 走吧 小鹏 小鹏快看 爸爸来了 爸爸 儿子 爸爸 小鹏 爸爸 爸爸 儿子 想爸爸了吧 有 真乖 瞧你们父子亲人的样 把箱子给我 把箱子给我 箱子不中 等一下放车上就行了 那我们上车吧 走 走喽 来 来 Rare 早 pitching 跟我吧 我 等我 好 quint QU 不 不 呀 我 来 等我 我也 不管 活 等我 effectivement 不 我不 nécessaire !". 我不 芦 塔 ar 儿子 叫爸爸 爸爸 这边 真乖 想爸爸了吧 真棒 玩去吧 君堂 你和小鹏来得真是时候 要是再晚来一周的话 可能就见不上面了 为什么呀 我将奉命去海南岛 指导军事工作 爸 海南岛远吗 远 到了海南哪 就算是到了天涯海角了 爸 什么是天涯海角 天涯就是天边 海角啊就是大海的尽头 爸 我也要跟着爸爸 一起去天边 看看大海的尽头是什么样的 我儿子真有志气 不过这次可不行 为什么 因为爸爸也没去过呀 这次爸爸先去给你和妈妈探个路 等以后再带你们去看大海的尽头 不嘛 我就要跟爸爸一起去探路 爸爸要是不带我去探路的话 小崩溃 不准哭鼻子啊 我 我就要哭 我就要哭 快快快快 好 好了 好了 好了